哈喽 大家好 我是intro1 刘宇 绿梦是大测光吗 或者我们偏这样一点 这样这样 哎这样 专业 是的 这个光线得特别重要才行 非常开心 又再一次见到刘宇 再一次见到了 那这样刘宇 嗯 我叫什么 你不记得了 天启啊 天启啊 真的难道我 你觉得会让这种尴尬的事情发生吗 不可能 很强 能不能再握一次仙人掌 刘宇打人很疼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啊 嗯 你这个是 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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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啊 我的力量大不 我的力量大不 哈哈哈 吃血了都 今天来呢 其实是想和intro1合作一下 啊 我今天跟你们聊天的内容 都会最后在我的一个 写的一个小歌曲里面 真的变成一个作品 哇 我平时最喜欢天启 看 看 看你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说实话 我很喜欢看花样游泳 哎这是为什么 因为只能看到脚 也不是 就是感觉他们很厉害 你知道吗 好多那种脚背一蹦 就是在水面上 然后 啪啪啪啪啪啪 啊对 然后头还在水里 然后做这种高蓝的动手 但我觉得有一个运动 其实和你很贴气 是什么呢 因为你的舞蹈里面经常看到你旋转 你知道所有运动项目里旋转最猛烈的一个运动 牵球 这是一个旋转 但是还有一个 是很贴切你的花样滑冰 哦对哦 花样滑冰有很多转 他们一转转 就就就停不下来 实践那种 对啊 如果说你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花样游泳 自己想不想尝试呢 我自己现在最喜欢的运动是花样滑冰 我很喜欢看花样游泳 可以 这个很强 就很想尝试那种在冰上一直旋转不费力气 然后脚皮也不会磨破的感觉 看来是跳舞跳的有些累了 脚皮会磨破的很累的 哦对 我觉得每个运动都很辛苦 每个运动都不容易 对 哎是什么 就是哪一次跳水 陈艾森 前一个运动员是一个国际的选手 他跳完之后他得的分特别高 当时他的教练已经给他喝彩了 那陈艾森在那种特别大压力的情况下 发挥出了好像是五个评委 都给出了满分的一个局面 我们的镜头集中地对准了 目前排在前两位的桑切兹和大卫布迪亚 他们奖牌的成色 就要看陈艾森的最后一跳 好打 金牌 金牌 不是那个画面特别震撼 力挽狂澜 对 绝境中的逆袭 是的 呃我觉得他像是火焰 因为火焰是向上的 你给他的能量越大 他的火苗就越旺 我觉得奥运精神 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火焰一样 接下来有请中国队选手 英出万刘宇给大家表演 艺术体操 他说出来的 啊 哦 哦 嗯 怎么样 这是一个八拍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八拍 你现在前面一个八拍 你还能反重复出来吗 哈哈哈哈 你就是搞我吧 我觉得他在整骨我 你要学习啊 对这也太难 有请 这也太难了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动作四拍吗 五六七八 对为了凑时间 哈哈哈哈 谢谢刘宇 谢谢谢谢 你看他的血都溅到我的头上 给我头发染红 哈哈哈 拜拜 谢谢 拜拜